大家要考DSE也好 中學很多時候就有時間讀書 你沒有時間做創作 沒時間看東西 你出到大學突然叫你讀個很創作 沒了東西 沒課 簡單說一句 因為這件事是浸回來的 不代表要放棄的 不過我會建議大家多看不同類型的東西 不要經常看極多潮流大家最喜歡看的東西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引起我的其中一個 可能很多人都認識的是湯淺 湯淺是我最喜歡的就是My Game My Game是首部長篇的動畫 但你不能不看My Game 因為My Game是一個最原始和最瘋狂的動畫 香港藝術師 大家一定會認識門小雷 門小雷是我很久很久之前喜歡的藝術師 我最喜歡她的漫畫 不是她的插畫 雖然大家認識她通常是插畫 小雷是一個極度近的人 你看到她畫畫的量 你就知道她 我不會覺得她只是天才 在一開始的時候練習 但是你要做到好像有自己的風格 你是需要畫第一萬張才沒有 沒有捷徑的 有很多人經常問我有沒有捷徑 可以快一點 我覺得沒有 香港另一個藝術師 我也很喜歡 叫志凱 這本書我是在藝術師 藝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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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否認得到 你會看到一個凹凸的人在打架 而她用一個欺人的白色紙去製作 你看到她的紙質 這些都是一個很廣告的藝術師 才會選擇 她裏面的故事就是我所說的原筆畫 如果你問我媽媽看的時候 就覺得有甚麼特別 這些小朋友畫公仔 這些藝術 其實不是主流風格 很欺負人的 有些人可能覺得不好看 但我覺得她說故事的風格 是很有自己的一套 我剛才剛才看到一本 我給了一個外國的 Tim Burton Tim Burton 我想可能都認識 看到她的東西就知道是Tim Burton 因為她的樣子永遠都是這樣 很黑 眼睛 很瘦 例如L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 就是她成名之作 那時候我記得她一開始說 她做這條影片的時候 給迪士尼 迪士尼說不行不做 因為很黑暗 迪士尼那些很開心 但她拍出來就成功了 最後迪士尼是買回這條影片 所以大家去迪士尼可以看到Jack 即是L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 她是一個我很欣賞的藝術 因為她很有自己的風格 而且你會看到她有拍真人 她亦有拍動畫 所以她亦告訴你 藝術這件事不是有一定的媒介 另一個我很喜歡的 就是油麻地的Cubic 那裡除了有戲院之外 旁邊有一間咖啡店 還有一間書店 他們的書是很多 外面都買不到的書 有很多獨立的作家作品 我不是說大型書店不好 但是他們引入的 全部都是一些名著 或者出了名 或者是一些大的印刷公司才有 但如果你要再說 我自己是通常都會上網買的 上網買的 那些就真的 你什麼書都買多了 其實不怕實說 很多人一說這行 都覺得很悲 因為我會跟她比歐美 有Pixar 日本有很多大的動畫公司 我跟學生說的時候 我明白的 但是現在有一個不同之處 就是智能 當你世界一看快的時候 其實你有好的作品 自然就有好的人會找你 有些學生都會說 我很想去Pixar做 其實我想說Pixar是開放全世界的 你都可以去申請 只要你的工作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 不是你在什麼地方 最重要是你的作品這麼夠好 那香港市場大還是小呢 因為有了網絡之後 我覺得是大的 因為全球都有 當然香港沒有什麼動畫公司 是很少的 但是不代表你不能做創作出來 那一個 以前公其進的時候 都是沒有的 那迪士尼當初都是沒有的 但是我很相信香港可以有 看多些電影 我覺得看電影很重要 那些大師的電影 試試分析 而且不是看一次 是看很多次 譬如 有些電影 即使是《Godfather》 可能大家未出生 那你試試看多一次 為什麼它會成名呢 你只看它的光暗擺位 它怎樣說故事手法 你只有一、兩套《Masterpiece》 你看十次之後 你就會發現原來可以學到的東西很多 現在我想比我個人覺得比較好 做得好的計劃 其中一個是OU OU有一個動畫系 如果說動畫的話 它是四年的 當然OU感覺上不是一些名牌學校 可能大家會少點留意 但是它這幾年都是做得不錯的 一間動畫的學校 我覺得是動畫科 譬如Ivy 譬如我們Poly 其實是沒有動畫系 不過我們這科叫Digital Media 是Mix Media 還有CM 最簡單的一句 你一定要去Annual Soul 一定要去Grad Soul 每年的暑假左右就會有 大家只要去我的網站 我非常推薦去全部 其實只是浪費你半天的時間 你已經了解了學校很多 不要聽別人說 也不要在網上看 因為你去到經歷 你看完學生的作品 或者你可能跟學生聊天 看完作品 你便知道我不想做這些 或者我想做這些 如果你真的想做 就在學校再找資料 因為你只要看一個 計劃名欺騙你的 很多時候 那件事和真實的兩件事 所以你一定要親身去 我會建議大家 這個暑假試一下去 如果沒有 我相信它都會變成網上 實際上會有一個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作品 或者舊身的作品 上去找回來 看完之後 你真的有興趣 你就再考慮這件事 究竟自己合不合自己 好嗎 好嗎 好啊 感谢观看